港府连续第二日安排的武汉包机下午4点多抵港 着上防护装备人员上机检查 之后乘客逐一下机 与前一天头两班包机一样 他们都戴上口罩着着防护衣物 随即登上旅游巴 去到火炭晋阳村强制检疫 入境处处长曾国慧连续两日都有亲自到武汉 协助坐包机的港人 当中有人需要坐轮椅 亦都有龙雅人士 入境处准备了字卡等与他们沟通 东网记者何梓浩报道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